第十二条 有个人在河面二十米的桥上高玩笨猪跳 跳下去 他说去到A点 A点在桥底以下十二米 问去到A点失去多少细能 好了,我们运用公式 细能的计算是 PE等于二分一MGH 代入数字我们计算是六千招二 B部分 就说去到A点的时候 他的出率是14.5MS-1次方 问去到A点时的动能是多少 直接运用公式 动能是二分一MV二次 而V是14.5 代入公式是5260 C部分 问去到A点的时候 机械能是否守恒 机械能是动能和细能 好了,我们A部分计算是六千 B部分计算是5260 很明显是少了 为什么呢? 好了,我们要解释一下 在这个情况下 机械能不守恒 去到A点的时候失去的细能 比获得的动能多 好了,为什么呢? 因为有空气阻力 我们有些能量用来克服空气阻力 D 假如这个人到达河面之前 以返回弹去到达A点后 作用于他身上的最少平均力是多少呢? 好,我们可以看一看 好了,我们去到最低点的位置 那就问作用于平均力是多少呢?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 就是去到平均作用的力 就是在桥面到A点是12米 到达桥底是另外的8米 好了,我们有个假设 就是由A点开始 这条橡筋才会拉行 在这里那条绳子 就会用8米来拉停的人 就是说他去到最低点的时候 速度要是0 否则就撞死了 好了,所以我们就说 这条橡筋作用的力 平均所做的弓 就要能够全部抵消了这个动能 那我们代入公式 就计到是858L 就要收藤了